在美麗的六棱玄武岩柱的包圍中 短疾的湖水汇聚成气势磅礴的瀑布 从20米的高处飞流直下 激起层层浪花 这里就是冰岛绝美的瀑布之一 阿尔德亚瀑布 来自法国的29岁的 皮花艇极限运动高手努里亚·纽曼 在这里来了一场极限挑战 看着他在激浪中顺着短流一头扎入深潭 令人紧张的肾上腺素激增 随着它浮出水面 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 我们再来换第一视角看一看 真是很有冲击力啊 纽曼以征服全球最疯狂的水域而为人熟知 由喜马拉雅山到巴塔哥尼亚 到处都可以见到它的足迹 他提到征服瀑布 比起一般的河流还是大有不同的 纽曼介绍 在瀑布上滑鼻艇风险很大 容不得出一点错 因为就算是最轻微的小错 都必定会使人受伤 幸运的是 纽曼毫发无损地通过考验 在闭锅中与海豹共享一段悠闲的时光 新唐人记者周琪综合报道